在这边玩了什么 采糖果 透过投影科技将糖果音符投射到地板上 小朋友踩踏后还可以创作乐曲 透过这样的互动体验现代科技 影视科技特展登场 我们就发想说如何把现代对于影音方面的运用 能够结合小朋友的趣味 让他能够在游戏中去学习 如何运用这些影音科技 后来以为说这种互动展可能小朋友比较有兴趣 但后来就发现 现在科技真的不得了 我们刚自己在上面也玩得非常的好玩 因为你不只是可以跟大野狼赛跑 甚至你还可以体验气象 自己就疯 然后他就会有影音在后面出现 主播高玉玲也带了儿子来参加特展 透过互动游戏介绍影视产业 包括站到荧幕前变身大明星的魔镜造型师 或者是跟童话人物白雪公主赛跑 体验跑跑摄影师 特展现场任山任海 其实我觉得因为它这边有两层楼 我觉得二楼有一个声音制造 我觉得蛮好玩的 它透过声音的制造 然后它荧幕上面会出现不同的变化 比如说出现沙沙声 然后它就会下雨 跟着打鼓或者是用豆子发出声响 声音制造所呈现荧光幕后的配音过程 耗资千万打造十个数位互动展区 欲照娱乐 抢供暑假亲子出游商机 三立新闻 孟祥真宗志伟综合报道